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刘盈谈恋爱的点点滴滴 这种感觉对于习惯了冰冷的永强来说 那是相当得劲了 于是永强就把刘盈保护起来了 为了不让别的丧失吃掉 往刘盈脸上抹了血液 把他伪装成丧失 并且把他带到了自己的老城一架飞机上 刘盈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确实是吓口呛吓哭了 现在这丧失是要干嘛呢 他是要先接后吃呢 还是要先吃后接呢 这两种情况都受不了啊 他肯定猜不到这个丧失是要跟他谈恋爱 永强用他懵懂的小眼神爱为刘盈 让他别害怕啊 不吃他 而且他教了大家一个方法 了解一个女孩最快的途径是什么 这个大家都记住了啊 那就是吃了他男友的脑子 永强通过这种方法了解到刘盈为什么怕他 因为刘盈和男友以前被丧失聚杀过 所以一直怕丧失 于是永强就尽量友善的面对他 而且还搞点小浪漫 放非常有品位的音乐给他听 这个音乐虽然好听 但是刘盈尔是一个眼泪啊 总在上这堆里 呆子也不似个生日啊 在永强出去给他找吃力的时候 他偷偷跑出去了 被一群丧失给围住了 还好永强及时出现往他脸上抹了血液 这才混了过去 刘盈尔在吃饱之后提出要回家 永强说现在走太危险了 再待几天再走吧 其实就是舍不得刘盈尔 于是刘盈尔又待了几天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 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 什么都不管 我就是要上五环 这几天玩得是挺好 但是永强没看住的时候 刘盈尔又跑出去了 被丧失围住的时候 永强过来把丧失全干走了 比如说我在这都待好几天了 我该回家了 永强没有借口留他了 就要把他送出去 他这好哥们丧失刘盈尔就不乐意了 告诉他活人要吃掉啊 不能留着呀 在俩人登自己的时候 被恐怖的骷髅狮给看到了 这些骷髅狮都是丧失界的扛袜子 是那些因为饥饿把自己给吃了的丧失 那是老狠的 看到活人之后呢 是必须吃掉啊 永强和刘盈尔就一顿跑 被一群骷髅狮堵住的时候 被刘能开车给救了 俩人开车跑了出去 来到一栋房子里 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难免发生点啥事啊 于是刘盈尔碎了床上 永强碎了地板 这种情况大家应该猜到接下来发生什么 永强被发了好人卡 你确实是个好尸体 你救了我很多次 但是你既不吃我也不上我 那咱俩只能当好朋友了 没毛病啊 永强还胡超地坦白了 是自己吃了他的男友 刘盈尔挺难受 但是没说啥 等永强醒来的时候 刘盈尔已经开车回到了人类的定居点 梦该喜欢 你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永远都只是个动作齿火 脸色藏 百官腰头 把眼神呆滞的形式 我还能妄想什么呢 难道他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不可能的 奢求太多就是这种结果 我应该满足于现状 事情总是一场不变 我必须接受这点 盲目不仁反而更简单性 那样我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这段是电影里的独白 很有深意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读一下 有条电影啊 永强世贵落魄往回走 碰到了以流能为首的一群丧尸 通过交流得知 这群丧尸在看到永强和刘盈尔比翼双飞往出撩的时候 他们受到了感化 现在能做梦 能回忆从前的事了 貌似是慢慢开始有了温度 永强意识到他们丧尸正在发生变化 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刘盈尔 一事就通过前男友脑子里的记忆 走过一个密道 来到了人类的定居点 刘盈尔这边呢 对永强的思念也是一天又一天 他自己都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居然喜欢上了一个丧尸 他的闺蜜小蒙也蒙逼了 充满同情心地看着他 俩人试图用科学来分析一下情况的时候 永强已经撒到他们的楼下 看到永强冒着巨大风险来看自己 刘盈尔的心又一次被融化了 但是他的父亲这是人类定居点的老大 常贵 如果让他知道永强的存在 那肯定这一项抱头没有丧量 老丈人一般对女婿都是非常挑剔的 如果你再是一个丧尸的话 那不用丧量了 你必死无疑 但是刘盈尔和小蒙想让常贵看到丧尸的变化 于是就给永强化妆打扮成人类 顺利的建造了常贵 这常贵果然不复重望 要拿枪抱了永强 还好小蒙掏枪在后面威胁常贵 让刘盈尔和永强跑了出去 他们俩来到了丧尸的极客点 因为丧尸发生了变化 被扛把子骷髅师们发现了 所以现在呢 丧尸是父辈受敌 一边是人类要干死他们 另一边是骷髅师们要干死他们 丧尸当地是真别屈 刘盈尔和永强和丧尸们会合之后 骷髅师就杀上门来 为了保护永强和刘盈尔丧尸和骷髅师站作一团 人类这边也加入战团 但是他们被整蒙逼了 刘盈尔说干这个 于是人类也开始干骷髅师 刘盈尔和永强这边被一堆骷髅师围住 在这种情况下 永强只好抱着刘盈尔跳下水潭 大家现在明白菲律宾选手的良苦用心了吧 从犀利学的理论来分析 平躺入水更容易给人安全感 这跳水的姿势也不知道是谁模仿谁 刘盈尔和永强深情一吻 常规在边上看着挺生气 一枪命中 永强的肩膀 永强肩膀流出血来 原来他接吻的时候呢 永强已经变成人类了 这个电影告诉咱们什么呢 以后遇到丧尸的时候 你别害怕 你吻他就完了 你不仅不能死 还能收获一个老婆老公傻的 这电影到这就差不多结束了 那些丧尸慢慢变成了人类 而那些骷髅是因为丧尸的叛变 被消灭的越来越少 永强和永强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此之后过上了没羞没燥的幸福生活本片晚 温暖师弟挺牛逼 谈起恋爱老司机 难免遇到小挫折 遇到挫折 请难过 如果逃避怕面对 哪里还有好结果 这部电影说的啥 丧尸都能谈恋爱 你说你还怕个啥 磕巴龙子大哑巴 瘸子脑瘫狼 这都不算啥毛病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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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叔一个大哑巴 都能撇说电影啊 你说这跟谁讲理 变总给自己设限 不管干啥有信心 变没出手 自己先胖 无伤可疑 唯有自救 身在天下 志在称霸 天地万物 唯我所用 当今之势舍我欺谁 王者归来 雄霸天下 欢迎大家关注牛叔的微信订阅号 牛叔说电影 在那里回复本片的片名就会有你想要的资源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